视频开始前,想问一下各位的冒险能力多了解呢? 哈喽大家好,我是两下,欢迎来到狄卢克的角色攻略教学! 对于不了解这个角色的机制,玩家可以耐心看完, 如果没有时间看的话,可以点个收藏,日后再看! 对你有帮助的话,记得点个赞,支持阿部组! 至于硬币一个世纪经验,转包有经验! 狄卢克,开服火系大剑人上人,这次蒙德正义人也是暗夜英雄, 同样也是目前唯一的五星火系大剑角色! 2.8版本也是新增了狄卢克的时装,有的新的语音以及带截动作, 相信这版本也是应该更加容易获取到狄卢克了吧! 先来说一下角色定位,狄卢克是一位五星的火系大剑角色, 有一定的压制能力,大招附着机制在破盾上也是较为不错呀! 自身突破的是暴击率,80级突破最多加的是19.2%的暴击率! 狄卢克90级基础攻击率是335,和刚与并列,生命值是12981 防御率是784,综合上在全角色中等偏上的水平了! 接下来说说天赋技能机制的! 普通攻击,至多连续四段挥抗,普攻在第四段有前摇, 不过第四段有较强的压制力和伤害, 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可以释放出来, 在不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闪避取消第四段即可! 很帅!要点! 元素战技可以连续使用三段技能, 也是能够吃满试验套的魔女效果! 一般战斗中我们不会连续释放三次, 而是使用1A窗插普攻衔接的方式使战斗更加平滑! 1技能也有一定的突进能力! 如果再使用一次E,间隔后4秒,会重新进入冷却时间! 这个冷却时间是你开始意义的时候,开始计算的! 冷却10秒! 元素爆发黎明,召唤一只火鸟,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伤害, 也是里鲁克对群能力上的一个优势了! 开启大刀之后有8秒的附魔时间! 大刀只需要试试点能量,突破固有天赋2呢, 持续延长4秒,冷却12秒, 还能增加里鲁克20%的火元素伤害加成! 在充能快的情况下可以无缝衔接,非常的不错啊! 固有天赋1,重击体力减少50%,最大持续3秒, 但是一般里鲁克不怎么重击,所以一般用不到! 里鲁克在断造大剑武器的时候防御15%消耗的快时, 如果按照高情商来说的话就请减持佳, 低情商的话直接说偷工减料! 接下来看看里鲁克的命座, 1命低于50%血量,增加15%的伤害加成! 2命受到攻击时最高可以增加30%攻击力和15%的攻速! 4命则是释放元素杖技后2秒, 增加下一段1技能的伤害! 4命之后呢,要通过1技能,然后A两下的方式去输出啦! 也就是EAA,EAA,EAA的方式去输出! 6命之后呢,释放元素杖技,6秒内释放2次普攻,增加30%攻速! 而且释放E不会重置普攻的段数! 命座整体下来的话基本都是自变,每一个命座都有提升! 不知道各位的底鲁克都几命了呢? 刚才忘记说了,底鲁克大招开启后有一段黎明的时刻,正是对应大招的名字! 而且用来收鸽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呀! 接下来说一下阵容搭配上的,底鲁克主流的是打蒸发和融化输出的! 一般搭配行秋呢,夜狼,凯亚,触发反应的角色! 增伤简看的话一般带的是沙糖和万叶! 而邦尼特基本也是底鲁克必带角色之一啦! 毕业的邦尼特可以给角色提供1000以上的攻击力, 以及双火特效,充能快,使底鲁克伤害得到很大的提升啦! 然后这里说一下,如行万般的双扩上手法! 万叶有大刀的时候非常简单! 邦尼特开大,接万叶大,接行秋就可以啦! 如果是没有大刀的情况下,邦尼特大,行秋开大接翼, 然后行秋不要贴怪,然后万叶顶按,达成双扩上! 很简单,你学会了吗? 替狼科的武器选择,首选狼墓,武功的话也是可以的! 你师心的武器首选持古剑,高精炼有不错的伤害, 不过最好是套盾,避免成数被攻击掉! 如果你是零克党的话,锻造铺的室入骨坝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! 圣岩物唯一毕业圣物,是魔女能够持芒特效, 如果没有圣号的话可以选择2加2,2魔女,2月团,2决斗过度使用! 圣语物部位方面的话 如果攻击力比较高 也就是你带狼墨了 杀肉最好是带精通 一帮持古剑攻击比较少 所以带攻击杀即可 杯子就是火伤杯 头 暴击暴伤 因为底鲁克突破加的是暴击率 比较好堆 暴击净量大于6-7-10以上 才比较良好 在没有45级之前 可以使用四星的圣语物 战狂还有五人 过渡即可 天赋技能方面的话 主要生意 其次A 最后Q即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 迪路克的培养推荐 希望对各位萌新玩家 有受帮助吧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可以点个赞 点发个弹幕 证明你曾经来过可以吗 我是梁夏 我们下期视频见